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中国队在内的 目前并不拥有属于自己赛道的队伍出了个难题 在漫长的休赛季 队员们该如何为紧凑的赛道训练做好准备 雪橇赛道的弯道状况很难在路上复制 唯一可以在赛道之外训练的环节则是出发 以往 雪橇国家集训队曾常使用路上出发模拟器 在夏季进行出发特训 而今年夏天 雪橇队则把他们的比赛用桥带进了冰场 数次在真冰上进行出发与爬冰的练习 为了如实模拟出赛的出发点的情况 雪橇队特意定制了一个出发手柄 手柄间距 高度只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 此前雪橇队使用的路上出发练习器则是在国外定制 橇剃与比赛用桥一致 只是用轮轴替换了再敲底部的根刃 模拟赛道的长度 还可以随着运动员水平的提高而延长 为了让队员们的手套纸钉能够找到发力的感觉 并锻炼手指的力量 触发器两侧用硬木头打造了模拟冰面 尽管路上触发器已经尽可能的模拟出了再一道状况 但对于雪橇运动员来说 真冰的触感依旧是其他材质所无法模拟的 冰面和桥之间的摩擦力更小 运动员对焦的控制难度也会增加 雪橇对教练武达伟介绍道 冰上训练的条件也和我们实际比赛的要求更一致 也更有益于技术层面的提升 雪橇同时也是一项对选手身体姿态控制要求很高的项目 选手们在橇上轻轻移动都会影响到雪橇的行进路线 但在摩擦力更大的陆地上进行训练时 这样的问题往往会被掩盖 没有在冰上训练时 教练才更容易察觉细节方面的不足 如果运动员身体两侧发力不平均 在冰面上就很容易体现出来 武大伟说 但是在陆地轮敲上 就体现的不是很明显 队员胡桂兰曾在上赛季征战过青年族世界杯 也是队内赛道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将 在他看来 冰上用赛桥训练比轮球更加灵活 也更加贴近实战 但真正上赛道的时候还要比平均冰面更难控制 因为赛道有冰槽 冰面也比这里更滑 不过 胡惠兰也点出了冰面和赛道之间仍存差异 为了在赛道坏面上获得更好的出发速度 队员们也需要在这一阶段的训练中 尽可能的提升爬兵速度 按照水桥队的整体训练规划 队员们需要先出发训练模拟器上 学习出发技术 随后才能在轮桥上进行爬兵练习 只有在掌握相应技术的基础之上 队员们才能上兵训练 目前2015年首期进队的队员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赛道经验 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兵 上了模拟出发训练 刚刚选拔入队不到三个月的跨界跨向二期队员 则已经进行过轮上练习 现阶段则是以观摩冰上训练为主 为下半年的正式上兵打好技术基础 今年9月 雪橇国家集训队 将在拉脱尔亚开启新赛季的征程 带着夏季出发专家训练与体能训练的积淀 这支年轻的队伍 也将力争在进步的跨车道上继续前行 这支年轻的队伍 也将写与体能训练